大家好 欢迎来到福西评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品的开箱和评测 这款是来自于联想的Singbook十字架 刚刚发布的新品 这款产品在预售的时候 其实造成很大的轰动 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是在传统的商务本上 搭载了Intel 12代预售的CPU 性能非常强硬 第二在读写上 它选择的是RTX2050 这是非常激进的一种显卡的方案 第三就是它Singbook传统的 丰富的接口的方案 好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进入开箱环节 外包装是工业设计 非常繁忙 打开之后呢 输出泡棉 就可以看到电脑的主机 内置的电源适配器是100瓦的Type-C 快速指南 防修卡 好 插上电 我们现在进入开机环节 这个电脑的外观还是非常不错的 双色设计非常独特 打开屏幕之后呢 这里有一张纸 这张纸基本上印刷了这个产品的主要的功能和特点 在上面写的是指纹时间是可选项 可能你买单机器呢 它有可能本来就不带指纹视频 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指纹视频 那是正常的 好 进入开机环节 现在的Windows的处置化真的是越来越慢 咱说一下这块屏幕啊 这块屏幕是非常不错的 2.8K的高分 然后呢再加上90赫兹的刷新率 这对于主流的办公需求 以及部分的游戏需求是完全可以满足了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如果不是玩游戏 还是切换到60赫兹 因为这个相对比较省电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非常漂亮 双色设计啊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机器的键盘和充播板 键盘是中规中矩的 1.3毫米建成的键盘 比传统的ThinkPad的键盘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充播板非常大 这个比较适于操作 接下来就必须说一下它的接口啊 这可能是您能见到的市面上 接口最全的十字寸的商务本的 数一下啊 两个Type-C 两个Type-A 一个HDMI 还有一个堵卡器 甚至连网口都给您准备着 太可怕了 那我们跑一下跑分吧 在跑分上我主要选择是用3分纸和3DMark 这是因为不太想用鲁大师啊 鲁大师这种垃圾软件 还是尽量少装 3分纸的跑分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截图 引导12代CPUA是呢 在多核性能上的确是有非常强大的进步 再看一下3DMark Time Spy 测试一下这款RTX2050的跑分情况 3700多分差不多快3800了 非常强 这个性能基本上足以对付主流的一些游戏了 当然你如果非要玩3A游戏啊 那可能还是有点带不动的 好这就是我们带来的这次评则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们会再做一些其他的深重体验 欢迎您继续观看 谢谢 谢谢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